嗨 大家好 我是Alvis 我最近發一篇叫本名三個字的時候 覺得很不舒服 起雞皮給他 後來想知道為什麼 因為像我爸媽叫德魯名叫Oscar 然後出社會跟那個喜劇宣言都叫Alvis 就只有我的老婆會叫我過來 然後像就是我剛才提到結婚的孩子嘛 我實際身高是157公分 然後這種高度在生活中會碰到很多鳥事 像我剛才在麥當勞自助點餐機給他的時候 後面就站了一個阿姨 還有一個小孩跟那個小孩說 阿哲 雖然你現在只有小學六年級 但是你超過160公分 你就是個大人囉 喔 不能用身高平斷一個人吧 而且我看起來蠻臭老的 所以我就回頭看那個阿姨 阿姨就跟我拭目相交 他這樣 蛤 蛤 阿弟弟慢慢來就可以了啦 我說 呃 不是 喔 你不會點餐嗎 阿姨幫你點 阿姨幫你點 我本來是要點麥 大麥克的 他迅速幫我點了快樂同餐 然後我就在那邊默默的 看他點那個陽光鮮魚包 蘋果汁 他那個玉米杯杯 他又幫我加點雙魚繪本 我說 幹 阿姨我們要吃這個 吃魚對眼睛好了啦 我說 幹 是怎麼樣啊 我就是傻眼 然後我就看起來很生氣囉 他就說 他就看把那個兒童男點兩份 我就罵他說 啊 有緣的阿姨 親你啊 阿姨 謝謝啦 阿姨 謝謝啦 就是剛才有提到結婚的矮子嘛 其實像我們這種比較矮的男生 其實要找到另一半啊 是很困難的事情 你知道就像 女生們 怎麼見我打開T的 或打開 滑開第一個 或是個韓風的歐霸 身高177 哇 那種感覺就是 哇 開局五星 送中級 對嗎 如果已經打開了就是一個 手短 腳短Alvis 157的話 就說 哇 柯姬 對嘛 甚至還不是一個人 你們真的不會想要吧 不然就問前面的女生 可以接受自己的一半身高 是157公分的話 你就幫幫忙 我不知道 看吧 對不對 對嘛 這個不可能 但這個反應很好 你們不知道 我說他問一個女生說 欸 請問你可以接受 自己的一半身高 是157公分的話 她就說 不要 不要 那怎樣 是科技有這麼可怕嗎 她還是我問一個就是 長頭髮的觀眾 請問一下這位女生 她說 對不起 我是男的 我說好 那你可以接受 自己的一半是 157公分 小芝麻 那我的話就幫我 我不這樣 她就反應我這樣子 嘶 哇 好噁心喔 我那反應怎麼 死相 剛才提到結婚的矮子嘛 就是那時候 我跟我的婚禮企劃 就討論一下 我們結婚的那個進場 跟那個整體的順序 因為我們沒有伴娘跟花筒 所以那時候 我們討論的進場是這樣 就拿著捧花走到中間 然後我的岳父啊 牽著我老婆進來 找到中間的時候 我就跪下 陷上我的捧花說 爸 把你的女兒放心交給我吧 然後這時候 岳父就跟我換手 然後岳父跟老婆就哭抱一下 搞得超帥 但竟然換那一天 再靠個一次 這次來的時候 我老婆他媽的 給我穿個十公分的高跟鞋 但是前提是我老婆 已經比我高六公分了 但是這樣的感覺你知道嗎 但女生裡面有穿過到很高高 跟前提你們知道很難彎腰對吧 所以他走到中間的時候 我這樣跪下給他花 他是拿不到捧花的 所以我的動作原本是這個樣子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哇原本來是個很漂亮很浪漫求婚小段 變成拜天公啊 然後我們換手後 那我們進場的時候 一般進場是這樣子 對吧 可是我牽不到他手 會變成這樣子 這種媽媽牽小孩進場的感覺 那我剛剛也不能不牽手吧 對啊 剛拜完天公 我這樣進場是那樣 七夜八夜的對不對 所以最後我們進場 變成是這個樣子進場 這種牽一隻馬進場的感覺 你知道嗎 哇很懂成像的 試圖馬到啦 真的 那我們到舞台中間後 大家就喜歡去新郎跟新娘做一件事情 對吧 親一個 幹真的是很丟臉那一天 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這套意思 謝謝瓜哥 docs 阿斯 這邊真的綠擇要命 是不是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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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賴性感 大家還記得第一位Elvis嗎 他應該會出現在黃紫嬌的影片裡 他應該也翻不出來 昨天啊 我的信用卡帳單 表現被我女朋友拆開了 然後他看到其中一個項目 他問我黑君明 那一個麻豆TV是什麼意思 台南地區電視 我昨天走來路上遇到ESPN整個一台的主播 然後我從小就看他的節目長大 我跟他相反射完 他非常的熱情 然後我回去另外跟我朋友分享 我昨天在路上遇到ESPN的主播 ESPN是屬性的MVTI人格 MVTI人格很熱情很外向 他理解 MVTI人格是什麼新的人格 我說Pull and Naked 哪裡有這種人 麻豆TV 很多這種 大家都喝點酒了 夜深了 我們來聊 來聊點成年人的話題 像是最近黃紫嬌的新聞 阿這是未成年的話題對不起 真的 我都沒有錢買這種東西 他買的那個很貴 我最近很常熬夜 然後很怕嘴巴破 所以我昨天就到水果攤去買了一個橘子 想說補充一點文糖蜜蜜 然後一回家 撥開橘子 吃了低頭 咬到嘴巴破 人生就這種矛盾 你知道嗎 像剛剛那個AB 胸部很大 卻想要縮秀 然後像有一些跨性別者 老二很大 卻想要整根割掉 可是像我這種 一到冬天 就像成功的跨性別者一樣的 其實我每滴度我也少一公分 你知道嗎 想不掉 我最近很常熬夜有一個原因 就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有個習慣 想要在晚上的時候 偷偷起來靠靠 然後我昨天就是去 不是馬頭這邊 就是 另外一個 對 就去想要找什麼APP來看 然後就滑一滑 滑到有一個武裝的 我覺得很新鮮 很新鮮 跟大家介紹一下裡面的角色 裡面總共有三個角色 有皇帝 皇帝的妃子跟將軍 對 然後第一幕差不多五秒鐘 皇帝就牽著妃子走下宮殿 這時候有一個士兵就來報到 說祈領皇上 為將軍擊敗北方的匈奴 回來了 凱旋而歸了 然後這時候就直接跳下一幕 妃子就來跟將軍手感了 不要問我為什麼中間的劇情這麼快 真的 那一幕就直接跳到 妃子 趴在一個矮燈上面 然後將軍就在後面 重點是旁邊還上那個墨水體制 工程車室 很古裝劇你知道嗎 然後妃子在前面 然後將軍在上他的時候 這時候妃子就回 將軍 您真講究還帶套啊 我以為這是一個意外的對話 你知道嗎 就是劇組沒有發現 因為是古裝劇嘛 然後將軍竟然回他 他說 妃子 我是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 你可能不知道這東西 這東西會避免你產下我的隆重啊 我以為這邊就結束了 就知道妃子就會趴著 他又回來了 他說 將軍不會是酒精沙香 比皇上還要厲害啊 將軍這時候說 啊哈 妃子 你 你 敢講錯了嗎 你 你知道那個將軍還拱手做衣 你知道嗎 這他媽太謙虛了吧 真的是 有跟我問題了 那算了 講爆了 換下一個 演錯了 不是嗎 我第一次演中A片的東西很奇怪 你還看社群這樣很髒啊 好 工程測試欸 媽的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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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博恩有講到就是那個 什麼奶大飯 我覺得女生形容自己的身材 有時候很曖昧你知道嗎 就是他問欸 胸部 你照片的時候 他問說 我大D小D 大D小D 但男生不會這樣子啊 你問他老二多長的時候 他不可能回你 我大於等於12 小於30 我們那是一個絕對子 你知道嗎 沒有這種東西的 好 謝謝大家